美国众议院未能推翻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南部边境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48对181票否决了特朗普之前的否决 但他们的票数不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缺少了38票 特朗普在二月份宣布紧急状态 缓引他所说的边境安全以及人道主义危机 允许他从其他政府项目当中重新分配36亿美元 以支付美麦边境的边境场的建设费用 这次的投票允许特朗普继续审查联邦账户 以寻找他想用边界场建设的资金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宣布 他已经授权陆军系使用多达10亿美元的军费 开始在美麦边境建设新的隔离场 在美国外境界亿美元旅行 也有点不错 所以在美国外境下部门上的军费 我让你下巴仙来的证度 我让你下巴仙来的证度 下巴仙来的证度 有点证度